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Flutter3列布局课程的第四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交叉轴对齐 上期咱们完成了列布局的对齐方式 只不过咱们上期的对齐方式是主轴方向的对齐方式 今天呢,咱们再讲下主轴的垂直轴 交叉轴的对齐方式 让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列布局之交叉轴对齐方式 下面呢,是官方API的官网 小马给您访问一下 Ctrl-C做个拷贝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让咱们进入 大家请看 Cross-axis alignment 对吧 交叉轴对齐方式 它呢,给咱们提供了几种对齐方式 也就是说,咱们呢 在设计UI布局时 咱们呢,除了主轴方向对齐之外 咱们呢,还可以设置垂直轴的对齐方式 今天呢,咱们就来尝试一下 好,回到小马的课件 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首先咱们还是先做画面演示 这个是咱们调试工程 大家请看 我现在呢,是做了一个列布局 在这个列布局当中 咱们呢,有三个元素 对吧 同时呢,这三个元素呢 又是通过相同于白呢 进行分布 只不过,大家请看 咱们主轴方向呢 是从上往下的方向 列嘛,对吧 是从上往下 那么它的交叉轴 垂直轴的方向呢 就是由左往右 对吧 这个方向呢 叫做它的垂直轴方向 今天呢 咱们就设置一下 这个方向的对齐方式 我呢,做一个刷新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咱们列方向呢 主轴方向呢 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呢 它的垂直轴方向 由最左边变成了中间 这个呢 就是交叉轴的对齐方式哦 好 具体的该怎么做呢 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 给您分别讲解一下代码 以及实现几种交叉轴的对齐方式哦